因為前面GET THREE的時候 卡拉曼跟基爾貝克兩根是打起來59分 林書瑋第一次的三分外線 難說有點可惜啊 前面那一球目的是給得非常有技巧 阿民沒有迴反 反而在前場獲得了直接上籃的機會 夢想家的開賽 國王已經打出了一波5比0的攻勢 曼尼高在KICK OUT 外線阿民開車去 第一角再命中開賽8比0 或是夢想家要彈一個early timeout 哇 國王隊彷彿展現了GAME ONE跟GAME TWO的情感